我叫Samuel 我自已是基督教家庭長大 我父母、爺爺都是基督徒 很多時候都會接觸到聖經的故事 這些聖經的故事 每一個都刻骨銘心刻在我心裡 什麼原因離開教會呢 當怡文過來十五、六歲的時候 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 很想自己一個人出去探索這個世界 在我父母的管轄之下 很多時候有時跟同學說 或是跟朋友說的時候 人們會笑我 為何這麼空閒去上教會 上教會可能是這些輸從才會回家 為何你會這麼浪費自己的時間回家呢 我不上教會 這個時間大概當中有十年 一直都沒有上教會 跟父母的關係都不太好 第一,經常都沒有回家 可能家人沒有擔心 經常都會吵 究竟我為何會這麼晚回來 又或者可能很久都沒有在家吃過飯 後來才知道 我爸爸媽媽是很擔心的 可能會哭 但我當時當然不會理會這件事 因為我根本沒有怎樣跟他們溝通 沒有怎樣接觸 也沒有把心放出來去孝順父母 完全當他們無盜 在那十年當中 我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 去尋求自己覺得開心 例如經常會跟朋友去到處榴槤 喝酒 之後又喜歡去改裝車 喜歡開快車 被警察去吊銷牌照 我曾經試過被人停了半年 在那半年當中 因為不想乘坐巴士 乘坐巴士可能被人的感覺 就不得型 可能會被朋友嚇我 所以我就決定去駕駛這個大膽車 結果神的確給了一個教訓 我被人捉了一次沒有排駕駛 在這次經歷裡正正讓我經歷到神的同在 以及經歷到神在當中 怎樣令我領悟到我自己真的做得好錯 而亦都是幫我過了這一關 去到07、08年的時候 我連續兩年有兩位親戚離世 令我反省到其實人生可以是很短的 亦都是有更加有意義的事情去做 對於我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想有一個變化 想去踏出一步 之前那十年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想找成功感 想玩一些開心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但我覺得不可能玩厭了 但在那一刻我很想嘗試生命 有一種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就選擇了回教會 回到我原本之前的舞會 回到之後 我聽到其他教會的一些 叔叔和叔叔跟我說 原來神是聽討告的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媽媽和弟弟 在你離開教會的十年裡 他們每一晚都是為了你祷告 現在終於神去答應了這個祷告 在當中的時候 就由以前覺得回到教會 是一點都不有型的 當我回到教會之後 我回到另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不行 我很想融入他們的一分之 我很想站在台上 告訴所有人 其實我是信神的 神一直都在我身邊 慢慢慢慢耶穌將我拆開 再重組 譬如之前說我很喜歡開快車 回到教會之外 我連我爸爸都會擔心 為何我開車這麼慢 覺得今天有不有型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你 我知道我不知道 你怎麼買了 你們沒有怎麼買 felt the same 像不爽 被人看到 Glory